今天非常开心 今天是2024年1月1号 是一个一年的第一天 我很开心能够跟村长 跟很多在座的各位 以及在线上的朋友们 能够一起能够在第一天欢聚 在广州 那么今天是一个不一样的音乐会 也是一个不一样的发布会 我们希望把它做得热热热热热 开开心心 这代表着我们期望新的一年 大家都是热热热热开开心心 那么今天也是 我认为2024年汽车行业的第一个发布会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在最近有非常多的发布会 而且办得都非常好 带来了很多创新的产品 包括华为的M9 极客的007 小米的苏7 还有未来的全新的这个车 包括今天的小鹏的X9 而且后面很快 理想还会发布Mega 我相信就这么多非常酷非常酷的产品 出现是为什么 我觉得科技的变化 正让我们看到这个行业也产生巨变 我觉得让大家有更多更好的产品发生 出现是特别开心 从在过去的时间里面 从2019年 小鹏每一年发一款车 从G3 P7 P5 G9 G6 到了今年 2024年了 我们今年会有多款车会开始来发布 而今天我们是发布了2024年的第一款车 也就是X9 所以在2024年的第一天 我还是想先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总结一下2023 我想第一个问一个大家的问题 你们觉得2023年你们过了好不好 好不好 好 我相信实际上有很多的朋友们在2023年 有开心 有快乐 有挑战 也有很多的压力 那么我想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鹏的2023 实际上小鹏汽车的2023年 是比较难的 这个 某种角度 在2023年年初 小鹏是有非常大的危机 这个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是 我们在2023年1月份只交付了5000台车 在一年以前 我当时碰到的也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一段时间都不太愿意坐飞机 就是一旦坐飞机上去 有不少人认得我 他们会给我握手 他们说了一个故事 他说你是小鹏总吗 我说是 他说我是你的股东 然后说你要加油哦 那一段时间上压力 责任是巨大 那么但最终 最终我觉得小鹏坚持下来 所以我对于小鹏汽车 我觉得有两句话非常重要 我觉得第一句话就是说 办法总理困难度 我觉得像能生之中啊 就像天气一样 总有风雨 总有飘雪 但是如果我们回看过去的历史 实际上你一样可以把所有的问题解决 所以最重要你有没有信心去解决 所以看看小鹏的故事 你会相信 2023不是那么难 2024一定会更美好 最重要是你要有信念 以及第二个 选择要比努力更重要 有很多的朋友都说 他很努力 所以他能成功 我觉得这说对了一半 我觉得更重要的一半 我觉得在于你怎么选择 你怎么规划 你怎么计划 你怎么执行 所以很多时候 只努力是不够的 你要进行行动 你要进行思考 所以只有在过程中间 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目标 你才能更准确地达成目标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小鹏在2023年走出来了 我们 因为有了这么多朋友 对我们的关心 因为有了小鹏这么多同学的 坚持 选择 努力 找到办法 我们走出来了 在 从2023年的1月份 2月份 3月份 我们一共的交付在 18000台 我们在上个季度 也就是2023年第四季度 我们达到了6万台 我跟所有的小鹏同学说 我说 未来的三年 二四 二五 二六年 一定是中国汽车行业 最转的三年 但是也一定是最有机遇的三年 但是我相信对于所有的朋友会看到 未来的三年里面会推出 非常多非常多 很酷的 AI的 科技的产品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新的三年里面一定要做好的事情 那么看到2024年 村长前几年问我 他说小鹏你今年有什么样的小目标 我实际上定了三个小目标 这个第一个对我个人来说 我想睡个好觉 这个 这个造车 这个我前段时间说 我说我想坑水 就是忽悠他去造车 后来就有好多人说 是不是哪种造车 是我被我忽悠的 我说不是 这个汽车是一个面条很长的一个行业 这里面有很多媒体老师都在车圈里面看到了很多 实际上当你在环境的变化 市场的变化 以及科技的变化 都会产生变化的时候 每一点点变化 你可能对于六个月后 十二个月后 甚至对于三四六个月后 都会产生连锁的这种变化 所以做汽车轮上不容易 这个我们做在汽车行业里面 既开心又痛苦 痛苦的就是睡觉太少 所以我在2024年 我希望个人能多睡点好觉 对于企业来说 我非常清晰的目标就是 一定要把所有的短板补短 补长 要把所有的长板建得更长 也就是说把我们的储备 包括技术储备 产品储备做得更好 去做更多好的产品 这是对于企业 但更重要的 我想对于生活来说 是多交几个朋友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 你们觉得你们在人生过程中间 马上记得想起来 觉得自己的好朋友超过十个的 举一下手 自己心里面想想 超过十个人生中间的好朋友 谢谢 我超过2% 我天哪 实际上真的 能这一辈子 有几个很好的朋友 真的 你可以痛苦的时候 跟他倾诉 你困难的时候 他会完全不计较地帮助你 你开心的时候 他愿意跟你分享 他愿意陪伴你的时间 太重要了 我非常期待 我自己 我跟我的所有的 我们的朋友们 同学们一起 我觉得多几个朋友 那今天这场会 我就此想说 我期望在2024年 小鹏的第一份新年的礼物是 多交一些朋友 那么今天我也会带来 一个新的朋友 那么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我们要发 从我角度 我要发两款新车 但是这两款车 长得可一样 但是它的能力上 有很大的不同 为什么我说 这是两款不同的车 在X9 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上考虑了两种需求 第一种 它是一个大七座的 智能的MPV 它可以满足七个人 全家出行 很方便 但是它还不够 在90%的时间 实际上我们都是 不需要坐满七个人的 可能是两个人到四个人 所以在90%的时间 它是一款大的 智能的四座SUV 它具备非常灵活的操控 还有很大很大的行李箱空间 可以带我们去追逐 诗跟远方 那么它就是小鹏 为大家准备的新年大礼 大家满意吗 我们来看右边的礼物盒 好 Jacks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X9实际上一直的定位就是家庭 我们期望X9可以成为每一个家庭的一个全新的朋友 那么今天我想用一个短暂的在汽车发布会里面 能够去讲一讲X9的一些配置以及为什么它是我们的朋友 那么之后我会跟村长一起能够用更多的这种聊天 能够跟大家来讲一讲为什么它是家庭的朋友 那么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大的七座车的一个深度用户 在十几年前我就一直想有一台七座车 当时我的需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当时我是每个周末我一定要跟父亲母亲一起吃个饭 但是我可能家庭比较特殊 我的父亲母亲岳父岳母住的都是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周末了要去接四个老人 然后接完之后在街上家人一起要去吃个饭 所以我一直就心里想了 我说能不能有一个七座车 我可以用一次接完 如果是一个五座车 我实际上要用两次 所以在十几年前我那时候还完全没有造车 我心里想就是很多家庭里面可能是需要七座车 那么七座车的车型里面可以满足 现在越来越多在城市里面大家庭的需求 一家人要在一起 所以这是七座车的一个基础 但是七座车有一个最大的不好 就是说他大部分时间他不需要开七座 大部分时间是自己开 或者说家里面两三个人三四个人一起用 那么怎么办呢 X9用了一个方式 通过一键的变形 他把第三排隐藏了 记住他不是把第三排简单的推到 他把第三排是隐藏藏到地板里面去 所以他可以变成一个巨大的试作SUV 那么因此在满足了有偶尔时候 七个人出行的时候 他可以跟朋友去骑车或者打高尔夫 可以装非常非常多的行李 或者露营的设备 这个时候一个大的试作的SUV 实际上是最主要的干渗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说 小鹏今天他等于发布了两款车 他是一车两用 是比MPV还要舒适 更舒适 比SUV还灵活 这是我们一开始在设计X9 跟所有的最开始设计MPV 或者设计大型SUV 都不一样的一个逻辑 那么他既是一台大骑车 又是一台超大四座的SUV 它是一台可以变形的车 那么我们怎么设计这款车 首先 我自己经常做骑车车 我偶尔开骑车 在以前 我不知道在做了多少朋友们 经常开骑车 大部分骑车车 我想说的是 我总结一个词 开起来很漏 就是油门也很难 刹车也一般 其次 我认为第二个就是 一般的MPV 大家都知道 是个方合 就是你开出去的话 那个 就感觉着 某种角度就像一个时机 我在 当时在最开始定义X9的时候 我当时跟我们的司令团队 明确的 只有一个要求 做的跟其他人不一样 且好看 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 所以 X9实际上的造型 我可以比较自豪的说 跟我有强相关 我们当时设计的 非常多的造型 我当时拿了一张纸 画了一些曲线 我说能不能把它曲线 做成这样的一种造型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我是老板的原因 反正最后这个造型 在我们的设计团队里面 最后还是中标了 谢谢我们的设计师团队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 它就像一个星剑一样 因为在我小时候 我特别喜欢看多少篇 包括变金刚 包括圣斗的星石 等一系列的 里面像在太空的里面 在科幻的里面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所有的星剑 都是非常强烈的 这种斜角 钢铁 那么看起来都非常的酷 所以我一直都想说 我们能不能找一款枪 那么第二个 刚刚所说的 开骑车车的第一特性 不少就是开着肉 所以我对这个车要求 第一 加速很好 煞车很好 转向很好 然后X9在转向上 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也就是 它标配了后轮转向 那么它导致了 去很多的阶阶向下 你知道我们有北京 有很多小向 广州也有很多 这个这个小向 它在转弯的时候 非常困难 有时候我们经常看到 它转一次弯 或者第二次头 它要多打两把 那么这个时候就很不舒服 X9一定要做到 有SV的地方 就有X9 不管是男孩子 还是女孩子 开X9 各个都是娴熟的老师机 那么空间 这个空间要大 要大的平成 所以X9里面 做了一个巨大的平成 那么稍后来 我会在大的四座SV状态下 把那个大平成的效果 给大家一个个来看 那么也就是说 它一定要能够在七座实用 跟四座日常经常使用过程中间 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切换 那么 再下一个就是整个的这个舒适 也就是第三排 它不光空间大 它要舒适 它的电动的躺倒 就像杯架 充电 二排有的很多东西 在中国的很多MPU 三排是没有的 我们以前笑称说 这个三排的这个 这个乘坐者 他的这个这个 这个权力稍微少一点点 我们希望把三排的 坐的舒适度 使用度 都明显提高 所以 那每一个人 都是七座车的主角 这是小红X9 想去做好的事情 好 那么我来分几个能力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 陪伴 这个实际上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在工作 在家庭 在个人里面 都离不开一个池 我认为是陪伴 我觉得 但在家庭里面的陪伴 会比其他的领域要更强烈 我们有一个朋友 叫陈一斌 他曾经是这个体操的调换王子 少年时候 他为中国的荣誉而战 而今天 他现在卸下了战袍 他告诉我们说 他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陪伴 陪伴家人 陪伴父母 陪伴孩子 我有很多的朋友们 他们有的时候 发现这个企业更容易做 有更多的机会 他们花了很多精力 在企业里面 那有的时候 他会发现 当今天的环境 某些时候有挑战 有困难的时候 有些会加油 也有些就会考虑到陪伴 那这个时候 陪伴家庭是一个永恒的 我觉得我们的话题 我某种角度 我觉得中国 太多的人太努力了 太多的人 在努力之后 不会自我消费 不会自我舒适 不会去多花一些时间 陪陪太太 亲人生 陪陪爸爸 妈妈 陪陪小朋友 我觉得陪伴 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X9的目标 就是要把陪伴做好 X9里面的 有一个 你看 它的套类媒体 它达到多大 有7.7个平方 大家想一想 7.7平方有多大 很多家庭里面的 可能的 最小的卧室 可能也就是 7到10个平方 它可能等于是一家 比较小的卧室 它比Alpha 要大12% 在三排的 进出的这个高度 达到了1315毫米 这意味着什么 它比Alpha 要高75毫米 它在空间上 可以让一个人 不用太弯腰 低头就可以进出 那么刚刚讲的 陈一斌先生 他是个运动达人 他跟他家人出行的时候 行李箱里面 还要装很多运动装备 而X9 专门设计的时候 即使在做7个人的情况下 每一个人都可以带一个 24英寸的行李箱 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 一定要在陪伴里面 把空间做好 第二个 我们叫做变形 那么刚刚我反复想说的是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视频里面的 当一件变形成一个 大的试作SUV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的整个地板 它是个平的 这个地板有多大 大家知道 一般一台乘用车 比如说轿车 或者中小型的SUV 它的那个尾箱啊 有多大 有400多升 400多升 大的一般有500出头 而更大的像GLS 像奥迪的Q7 它大概多少了 它大概有600到700升之间 一般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这已经是非常大 而X9 在变成大四座的时候 行李箱是多大 有1846升 是巨大 是他们接近三倍的空间 这是一个巨大的空间 它能够做什么 它可以放五辆自行车 有很多旗友 我也曾经参与过 他们的旗友 要把一个自行车 吊在后面 或者把它竖在 那个车的车顶 你知道 放在一个车的车顶 算是个挺难的事情 我们在海外 欧洲的车啊 它里面后面 都要能够挂东西 中国不多 实际上是 但是我们 如果用X9 你可以约上几个朋友 去骑行 你说兄弟 把你的车 放到我的尾箱来 没问题 他还可以放 15个高尔夫球包 这个 有很多的朋友 带一家人去打球 爸爸的 妈妈的 还有小朋友的球包 有时候 还有一些 其他的 备用的一些装备 很多车放不进去 以前 小鹏的车主就说 我们要去打球 我们要放两三个球包 很难 有时候 所以X9里面的尾箱 是超过想象 15个 这个球包 他还能干啥 29个 20寸的行李箱 我觉得 如果你当四周开的时候 基本上你不会出现 29个行李箱 这个 但是我觉得 有可能你去露营 那么我们用X9个 20寸的行李箱 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你去露营 基本上 四个人 你的所有的行李 都能够放得下去 那他还可以放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同事 非常有创意 告诉我说 他可以放这么多金毛 这个 我小时候 家里面养过不少狗和猫 这个 当然我小时候家里没车 如果你带着 我家里可能什么狗都养过 比如说我家里最大的养过狼狗 如果你放了后座 当他们很痛苦的 因为那里后面很小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第三排了 某种时候你担心 可能第三排弄脏了 这个时候你把第三排 推到地板下面去 铺上一个地毯 大家可以看看 这里面有多少条金毛 完全不用有压力 所以大 是有硬道力的 一定要够大 不光大 还有其他的 刚才我说的 7.7个平方 它就像一个家庭的 一个小小的卧室 那么 它需要冰箱 需要彩电 需要沙发 需要音响 所以X9标配了 智能冷热一体式的 开闭冰箱 0到50路都可以调节 它是同级最大的 10.8升浓挤 同时有同级最大的 21.4英寸的屏幕 可以实现 0到75度的 自由的旋径 大家知道 我们 我以前在 这个Alpha里面 基本上不用第二排 那个屏幕 低小 第二不方便 点电影 第三个很重要的点 它老实看起来怪怪的 因为它是一个 比较直角的角度 所以你看起来 有点 那个斜度不够 小鹏的X9考虑了 你在不同的座位上 不同的斜角上 你都可以用最佳的 观影体验 这是我们要做好的 一个特色 同时 刚才讲的 家里面还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中央空调 X9是我们看到 所有车里面 第一个把中央空调 装到车里面去 为什么 这个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我背上一吹风 我就很容易感冒 可能是这个 这个20岁之后 年纪大了 这个容易感冒了 但是 但是我妈妈 经常说 哎呀 这个风口不要对着我 所以 我觉得 我们每一个人 的爸爸妈妈 或者小朋友们 他如果到一个车里面 待时间久了 他最重要需要一个 无感的 但是又很凉爽 或者很温暖的 一个空调 所以 我们需要一个 中央空调 那么小鹏 把中央空调 的 这个空调 扬声器 遮阳帘跟 氛围灯 都隐藏到车底 大家 我特别期待 大家去看看 X9 做到第二排 第三排的时候 要看一下 车底 你会发现 你的车底 跟其他车底 不一样 除了有天窗 还有一个 中央的空调 他在风吹 过来的时候 非常的柔 这个舒服 柔软 所以他的风感 很低 但是他一点都不会觉得 比如说在夏天 就觉得热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 有中央空调的 MPV 我认为将来 一定是一个标配 那么 除了陪伴 我相信 第二个就是 如何行动 那么 X9是一个 既是一个 七转MPV 又是一个 大四轴的 SUV 他一定要能够 满足 他的行动力 他可以去露营 可以去野外 可以去逛街 都很方便 所以 X9是 全球 唯一 标配 主动式 后能转向的 MPV 他在 这个最小的 转弯半径 五米 四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甚至比 Smart 精灵 的 转弯半径 还要小 这是 真的是 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我觉得 如果你去试驾一下 X9 你会 惊讶 他的转向 惊讶 他的悬挂 惊讶 他的灵活 但是 转向一定是 你要去试的 你会发现 我们今天 在路上 看到有一个 X9的试驾车 在我们前面 我 我坐的G6 他是X9 这Grammer 在那个 掉头位 一次性 从这条道 掉到 隔壁的 第二条道 正常 一个MPV 是要掉了 第三条道 我以前 记得我在北京 这个我的司机 在那个最右 就是在对向 掉头的 最左边 那个道 他甚至还要打一次 他要退一点 回来 再打一次 你现在没有 这个困难 所以 转向是MPV的 一个最重要 要解决的事情 第二个 智能 双枪 空击悬架 记住 是标配 所有的车都标配 很多朋友 不知道 这个 双枪空拳 有什么用 我跟大家来 举两个例子 我觉得第一个 就是说 很多小区里面 它有减速带 然后 如果减速带 你在大概 在15到30公里的时候 你过减速带 很多车会有个空 一响 但是 如果你有双枪空拳 那么 你会发现 那个减速带 你可以更快的速度 很相对 平顺的过 这就是一个 很舒服的点 第二个 在高速 大家知道 在高速的时候 有时候你坐车 开车久了 你会有累的感觉 其中有一点 双枪空拳 会让你每一个细节的时候 得舒适度 不管是 纵向还是横向 都会变舒服一点 这个时候会让你高速不累 所以 空拳是非常非常有价值 我们还正在研发 智能空拳 我期待 不久的将来 我们能够把智能空拳 在OTA升级到 所有的X9车上 这次我们要做的 我们永远都知道 安全是一台车的 最重要的因素 特别是家庭用车 因为你的 所有最爱的人 他们都在车上 所以一定要把安全 做得最好 我们来看一下 小鹏X9的安全 第一个 X9是全球安全标准设计 它的碰撞满足了 中美欧三重标准 它也是全球首款 在前后一体式 铝压柱的MPV 很多朋友就问 什么是铝压柱 我想说的是 小鹏的铝压柱 比如说在后地板 它是用一个 1.2万吨的压柱机 一次性把它成型 那么它会导致了 这个车的轻量化变轻 整个的强度 这个扭转的强度跟刚度 都会变好 一体化压柱会 一定程度的节约车的成本 包括了将来 甚至在维修上的一些的 这样一个消耗 那么因为这里面是一个 非常技术的术语 我在这里面想分享两个故事 就是说这个X9为什么能做到 这个刚才讲的 把第三排放到这个地板里面 其中一个重要的工程 是超大型的一体化压柱 我们现在小鹏不光是把 全球最大的1.2万吨 一体化压柱用到实践 我们还正在研发 1.6万吨的一体化压柱 那么它会导致了 小鹏的X9有4.6万的扭转高度 这在我们所看到的所有车型 我们是第一 那么这个数字可能太技术了 我想用一些方法来形容一下 X9采用了潜艇级的 热层型门环设计 它可以头部车顶呢 同时等于站立五头大象 五头大象的钢路 或者等于三百个人 所以你会看到 它的整体的这个刚度是不一样 第二个 我们实际上来看到一个汽车 我们更重要的是 不光是它的被动安全很强 还需要是主动安全 所以X9实际上是做了非常多主动安全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 就是说在过去的一年 2023年 小鹏所有的车型的次数 达到了 AEB出发达到11万8千尺 这里面每一个数据的背后 实际上都是可能在避免一次事故的偶发 那么在今年2024年 我们会将我们的被动的AEB 开始将XNGP的全新技术 赋能达AEB 实现主动安全的全面升级 实现小鹏的全新下一代AEB 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我们的AEB的看法 第一个 我觉得AEB最重要的就是要少误触发 因为AEB是想保护所有人 但如果误触发 它会让你有惊吓 甚至有安全 所以对小鹏来说 所有的主动被动的安全 都是期望以安全为导向 所以我们要拒绝AEB的误触发 这是在小鹏2024年 大家会看到 我们不断的会有 主动使AEB升级的第一个前提 第二个 我们期望做到什么 即使在没有激光雷达 也就是在Pro版本下 我们一样要把AEB做到中国最好 我们并不是说 仅仅把激光雷达放上去才对 我们把没有激光雷达了 这靠什么 靠小鹏的全新的XNGP的技术 到Pro到Max版本都可以使用 裁魂做到 那么 这个是我认为在安全里面 最最最重要的一个点 这个 我们的AEB的大产品的头儿 这个 他对于健康 他是有一种执着的 他经常跟我说 他说小鹏 你们都看错了MTV MTV最重要的是要 里面没有味道 里面不让他的小朋友们 有这种 这种不舒服的状态 在X9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的设计里面 他对于有害物资 例如对于本 例如对于甲醛等 他比国际的标准 他要低55倍 这个 我觉得我们的大产品举证的头儿 他是家庭里面的小朋友 他很小 所以他特别特别关注 所以他是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他是以自己家里面要天天用 去来思考设计逻辑的 我觉得大家去看X9里面的安全 我觉得最最重要的 我想强调的就是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好 讲到安全之后 讲讲坚守力 那么坚守力对于一家电动汽车的 最重要的就是 续航 这个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就是说 在现在的电动汽车里面 跟几年前的混动汽车 跟现在的混动汽车 跟更长时间的汽油汽车 他们的一个变化了 实际上 在过去的时间里面 我们都知道 油车是最方便的 在今天的情况下 混动车跟电动车 混动车甚至比电动车还方便 但是从明天角度来看 纯电汽车已经越来越成为主流 我们跟很多的混动车的朋友 已经聊天 他们都说 他们的再下载车 一定要买电动 我问为什么 他说 我们以前老担心 充电慢 没地方补能 续航不够 但是他说 现在开了一旦 有混动车之后 他会发现 纯电车 特别是那次小鹏 这种续航很扎实的纯电车 充电很快的纯电车 完全不是问题 所以小鹏还会继续 我们一定是期望 让每一个朋友们 充电的市数 每一周少一点 续航的里程更扎实一点 出行的成本 更低一点 我今天跟一个开汽车车的一个朋友 我去聊 我说你买 他是开一个汽油车的汽车 我说你买一个 下一款电动汽车 下一款汽车车 你有什么要求 他说就两个要求 他说第一个就是 如果是电车充电 一定要足够方便 因为他是开两地牌 他是开商用的 他说如果你充电不方便 我根本不考虑 那么第二个 他是考虑的空间 他说我经常坐六七个轮 还装不了行李 所以他说我对于空间的要求 这是第二个 那么小鹏的H9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个全系标配800伏 最长续航 702续航 而且大家都知道 小鹏的续航是非常扎实 我们可以实现 十分钟的充电 增加300公里的续航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小鹏的这个扎实程度 我们在最近 挪威NF2023夏季测试中间 大家知道 挪威的电动汽车的生存率 超过了90% 挪威对于夏季跟冬季的续航 要求都很严格 那么最近小鹏 G9跟PTI拿到了挪威这个续航车子的冠军 和亚军 那么有很多人 在挪威的朋友们 还批评我们 说批评我们反向虚标 所以你们的续航太扎实 X9会延续PTI G9 G6 等系列车型的一贯水酒 一定要把续航做到扎实 也请大家放心 续航长加续航扎实 我相信还不够 还需要非常完善的充电补人网络 在2023年跟大家汇报 小鹏充电站已经布局了406座 这个城市 在2023年全年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数据 每一天行驶超过500公里以上的旅程 达到了45万次 这意味着什么 一天开500公里 用小鹏的汽车 已经不是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还目标是想说 在2026年 小鹏的目标是做到 有一万座以上的自营的充电站 能够帮助我们所有的朋友的充电 又快又方便 长途开车 大家选择小鹏 除了续航扎实 实际上还有一个 就是有XNGP 跟大家分享一个XNGP的故事 我们有一个车主 也是我们的朋友 卢肖跟我们说 今天他也在现场 他是急诊医生 他也是我们的PT的车主 他经常在职业班 或者做完手术之后 非常累 那么回家的时候 他就开着XNGP 来回家 然后这个时候 我想说的是 实际上XNGP 一定可以让大家更轻松一点 而且我相信 他会越来越聪明 让大家更加轻松 这就是我们自动驾驶 想做好的事情 那么今天 我可以正好地说 在2023年 我们做到中国第一个 把城市级的辅助驾驶 真正开通的 52个城市的 只有小鹏 我想说的是 不是把一个车上 装了几颗CPU 装了几颗雷达 装了几颗摄像头 就是说他有自动驾驶的 他是有自动驾驶的硬件 但是灵魂是在于AI 灵魂是在于软件跟体验 我们实际上看到 有非常多的车 到了现在还没有升级 这就是在软件跟AI上的问题 那么小鹏为什么能做得快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在专注坚持 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大家可以看到 不管是清地图 还是清地雷达 小鹏都是第一个推出 并且在现在中国的 很多的技术领域 都正在去follow 那么这是我们 XMG能开通 52层的一个核心原因 那么我们也看到 最近有很多朋友 他说 什么时候到他的城市 他说 哎呀 他说如果你到了我们城市 我就要买一台小鹏 体验一下 XMG 所以我们最近 一直在讨论 我们怎么办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速度 加快一点 所以今天还有一个惊喜 要给一下小朋友们 我们已经 在XMG 在加速 我们原定 在2024年 也就是今年年底 完成了200个城市开通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 提前一年完成 要做到243个城市 基本上覆盖全国 我们不能花大笔 不能卖期货 我们 明年就开通 我觉得我们在创造 中国的自动辅助 在城市内的历史 大家会记住这个 从2024年1月2号 我们在全国243个城市 会真正的开通 这是我们要做到了 在新的一年 也就是今年 小鹏不光要在城市的数量 做到第一 我们还会把体验 也做到第一 今年 小鹏在中国的OTA 体系里面 我们会超过去年的速度 会有更多惊喜代价 不光在中国 我们今年还会把我们的 XMGP的高速部分 今年也想也在全球领域 在欧洲 在更多国家落地 并且我们期望 明年后年 让小鹏的自动驾驶 能够在全球都可以用 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么 我们的全自动 驳车也会在今年年内 给大家OTA 那么 这一项技术升级是说 当我们车已经开到了 停车位的附近的时候 我们以前都需要坐在车上 点击一个按钮 对不对 它能够自动停进去 你再下车 但对于比较大的车 比较宽的车 实际上它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所以小鹏在今年 上半年 我们会开通 自动驳路跟自动驳出 也就是说 能在车外 车辆也可以自动驳路驳出 那么这一项 特别对于X9 是巨大的提高 它会让你出行 停车更方便 那么 同时我想快速的说一下 X9 会搭载小鹏的XOS天机5.0 的智能操作系统 并且我们在今年会 开始向更多的车型 都进行升级 那么天机 智能做商系统 我想说一下 它首次实现了分屏显示 覆盖上 形 拨 所有的 SR的一键到底 的全场景的SR 并且小P还会升级为AR小P 我想跟大家说明 就是今年 年内大家会看到 小鹏在大模型领域 不是做一些 花架子 不是做一些 营销级的功能 我们会真正的让大模型 带给大家在自动驾驶 跟自动驻驶上 全新的 有巨大价值的不同体验 敬请期待 所以 小鹏X9 比MPV 更舒适 比SUV 还灵活 我们所做的 每一处细节 每一份努力 都是希望 让每一个车主朋友 生活更美好 以及有交更多的朋友 那么作为小鹏 汽车的全新 旗舰产品 那么很快就到价格了 所以我就把配置讲讲了 我在跟他们说 我说小鹏这个里面 都没有什么选配 选配就是选续航 选MAX或者Pro 其他全部 基本上都是标配 大家看到 主动是后轮转向 标配 双枪空拳 标配 一键电动魔术收纳 标配 895 21英寸的 娱乐生活屏 冷热开关的冰箱 中央空调 一体化铝炸住车身 全部都标配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 看一段视频 在故事的开始 我也只是个好奇心旺盛的孩子 一切在我眼中 都充满了神气 熟悉的城市 爸爸有另一种打开方式 爸爸 未来汽车会自己开吗 我负责天马行空 以为您启动 AI代价 未来汽车 有点爱看 AI好牛呀 爸爸总有办法 让梦想成真 有时候 我们离家越来越远 却和家人 越来越近 当时我总探索 本想下一场探索 当我看过 世纪尽头的样子 在没有人的地方 还有好奇心在身上 今天没有星星 别担心 小屁 我想看星星 哇 错过了繁星 也能住进星星里 你好 小屁 小屁 未来战事要睡觉了 看过了世界 更有目可做 总有一天 总有的孩子 会变成神经爸爸 只要还有好奇 就有更多未来 等待起航 未来 明天跳 下了终于 余 是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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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 到了大家最关心的时候了 那么X9作为小鹏汽车 2024年新年 交朋友的第一份大礼 那么我们要先表达诚意 今年是我们X9一共推出来的三种续航 包括了640公里的四驱的续航 702的超长续航和610的长续航 这三种续航 推出了两种自动辅助驾驶的能力 一种是Pro 一种是Max 那么因为线上有很多朋友 可能对于这两个的能力 对于汽车不了解 我想解释一下 Max版本是标配的机能雷达 拥有更强的自动辅助驾驶 它可以在城市内来使用 那么Pro版本没有机能雷达 但是它在高速不足的场景 一样可以非常的强劲 那么一共推出来四个SKU的配置 那么我来先宣布 640公里四驱 高性能版的价格是 天花版的价格就很快出来了 41万9800 绝对是极其有战斗力的一个价格 702超长续航Max版 我相信是最多人 我觉得会选的 它的售价是 39.98 如果我们需要能够经常去远方 更关注这个家庭成本 在城市里面开的没那么多的 朋友们 我觉得它会考虑 702的超长续航Pro是 37万9800 所以如果熟悉小朋友的 收集朋友们 我们就已经不用告诉最后一个价格了 因为它一定是 35万9800 大家觉得这个新年礼物好不好 有没有诚意 因为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 我们也给出来了 非常好的上市权益 这个 从今天起 下定S9 享受5.6万上市权益 我跟大家 这个汇报一下 首论车主我们提供 终身无忧的三殿之宝 置换或者复购车主 额外有5000元 选账基金 2000元的交付礼盒 以及提供一对一专属 彭管家升级服务 那么对于支持小朋友的老车主 老车主的置换复购 会叠加 刚刚所有的上市权益 那么如果你在今天之前的预售期 已经预定了 那么所有预售的权益 和上市的权益 如果你是老车主 还有老车主的复购权益 三者同步享有 可以抵价 那么昨天呢 我们已经在官网上分享了 X9的预售订单 已经突破三万 今天他们过来跟我开会 面带蓝色 我说什么困难 他说今天的预定量巨大 问怎么办 我们现在最大的压力是产能 我跟我们内部的同学说 我说春节我们就不要休息了 我们这个全力以赴 在一月 在二月我们全部都会加班加点 一定早一天要把车生产出来 交付出来 我相信小鹏一定会成为 改变中国MPV和四座SUV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力量 我期待他成为王者的王者 今天也是小鹏进入汽车行业的第十年 十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日子 十年磨一剑 在过去的十年里面 我们做了很多困难的事情 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做难而正确的事情 是对的 我们相信要做一个真正搞技术的 虽然我们自诩为凑搞技术 我们相信技术才可以让中国的好的技术 好的产品走向中国走向全球 这十年变化巨大 我相信连我在十年前 我都没有想到 现在新能源汽车在发展到今天的这个地步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那么我期待在未来的十年里面 未来的二十年里面 小鹏会继续推出更多个科幻 创新不一样的产品 带给大家 我在小鹏创立的第一天 就说我们不希望做成一个一样的汽车企业 我说这个世界上汽车企业太多了 它不缺一个一样的企业 我们期望做成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出行 让生活更美好的企业 这是小鹏的未来 所以我相信2024年 2025年 2026年 小鹏会每一年加速跑 我们在2024年有几款新车跟改款 2025年超过2024 2026超过2025 我们在这个三年里面 包括飞行汽车会量产并且交付 我们也期待会有更多 正在我们致言的高科技的产品跟技术 在新的三年里面带给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 我也 期待2024年所有的朋友们 不管在过去你碰到了什么 不管你现在是开心的 有压力的 不管你是未来面对什么 我都相信 有一点 专注 坚持 执着 相信相信的力量 才有可能在2024 2025 2026年 获得更大成功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有机会的 每一个人 都是时代的弄潮者 每一个人 都能够做到 比我们这些创意者 甚至更强的能力 我期待大家做得更棒 那么 今天是小鹏 X9的音乐会 发布会和聊天会 那么 小鹏X9 我相信 如果你买 这一个家庭的礼物 我经常 戏程说 他是买一个 大七座MPV 送 大四座SUV 一车 两用 我相信他是给自己 也是给家人 2020年的 第一份礼物 那么 刚才我所说的 产能的问题 对我们 经典X9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们 会一定 会努力 早一点 把大家的爱车 这个造好 并且送了给大家 那么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 线上 线下的朋友们 今天 花了 这个 这么长时间 来关注我们 但是请大家 不要走 后面 我会跟 村长 李瑞 一起 为大家 派送更多的新年好礼 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天 一起来 聊一聊 2024 谢谢大家 谢谢